秋冬一定要来一只肥美大甲蟹 想完美品尝大甲蟹的鲜美 最常被采用的料理方法就是清蒸 让酌溪南安大甲蟹 蟹老板教您怎么样料理 才是最道地最专业的大甲蟹吃法 蒸笼一打开就能够闻到鲜甜的味道 这是来自南安的清蒸大闸蟹 南安蟹老板说 新鲜螃蟹最好的料理方式就是清蒸 因为过多的调味料反而会压掉新鲜度 简单的料理方式更能尝到大闸蟹的鲜甜 大闸蟹最好还是用蒸的方式 可以吃到它的原味 跟它的物种最好的吃法 林永宏说他的料理方式非常简单 只要先将大闸蟹用令草绳绑好 清蒸后会带青草香 并且放上紫苏叶可以驱寒 并且也可以提味去腥 12分钟就可以出炉 基本上会加一些 一些什么酒啦 香啊 我们大概很简单就是煮熟液 吃的过程也很简单 蒸香醋加点姜就可以了 养殖大闸蟹多年的蟹老板说 从十月初就已经订单接不完 来店内用餐的客人也延绵不绝的来享用 一直到现在中午晚上一样都客们 想说来这里吃 因为也没有吃过所谓的大闸蟹 然后在网络上也电视上看过了 然后想说我们这么近就来支持我们 卓西的这个蟹老板的大闸蟹 清蒸是蟹老板最推荐的烹蟹方式 清蒸比水煮的温度高能在较短的时间里杀灭蟹体内的微生物和寄生虫 减少螃蟹胃馋残残留物对肌肉的污染机会 确保肉质洁减味美 想要完美品尝大闸蟹的鲜美 民众不妨来试试看 记得高双双主席相采访报道